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目前国足正在多哈征战亚洲杯的比赛 这一次我们的保底目标是进入淘汰赛16强 但从首场比赛来看的国足的表现并不算出色 面对实力比不上我们的塔吉克斯坦这个对手 我们没有能够在对方的身上占到任何的便宜 这也让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形式变得十分的不妙 如果第二场比赛对战 黎巴嫩还不能够拿到比较好的分数 我们国足这一次有可能创下耻辱败继 所以从外部的形式来看 国足接下来的一个真诚可谓是困难重重压力重重 不过还好就在最近 在我们国足的整体表现不如预期的同时 另外两个小组对手却给我们国足送上了助攻 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 有利于我们在接下来有更好的信心 来打败卡塔尔以及黎巴嫩这两个对手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在国足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另外两个小组呢也进行了两场小组赛 这两个对手呢过往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但是他们在当天的比赛却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最近越南决战日本队的比赛已经落下帷幕 尽管最终日本队是4比2打败了越南队 但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 越南队是啊 虽败犹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甚至在落后的情况下一度逼平反超日本队 尽管最终啊没有能够笑到最后 但越南队这样的拼搏精神以及啊 奋斗的一个战绩呢是值得肯定的 也让很多球迷刮目相看 越南队这次能够啊暴冷 给日本队制造了非常大的威胁呢 实际上其实也给予了我们国足非常大的信息 既然说越南这样的一个球队都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我们国足在接下来的亚洲杯真诚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这一次对战的整个小组这几个对手呢 没有一个实力是比日本队强大的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啊 基战树发挥出来 把我们的状态发挥出来 这场比赛能够笑到最后夺的小组第一 或者说晋级啊淘汰赛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所以首先要感谢越南队 他们的一个表现呢 很好的鼓励了我们 除此之外呢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 我们看到中国香港队呢 也是取得了很好的表现 尽管呢 他们是1比3输给了阿联酋队 但是中国香港队呢 也是展现出了很好的一个状态 他们也同样要很多球迷 十分的佩服 而中国香港队呢 他们在整个亚洲的排名是非常糟糕 但在本场比赛都能够取得进球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国足又怎么可能会啊 愿意输给对手呢 又怎么可能会认输呢 所以综合这两个球队的表现来看呢 以若胜强或者说 你即便是一个比较弱的状态呢 也同样可以表现出非常强势的成绩 这一点对于我们国足而言 应该是一个十分提气的消息 也希望我们一众国脚能够向这两个弱队看起来提 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把我们真正的水平展现出来 我们国足尽管说不能够冲上亚洲巅峰拿到亚洲冠军 但是起码进入16强8强 甚至努力冲击4强呢 是完全有机会的 上一届亚洲杯呢 我们起码也取得了8强的成绩 这一次呢肯定是不能够比这个成绩糟糕的 否则的话 回来无垒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交代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